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,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彻字,彻肘的彻。 彻字的国语注音是,吃恶彻,自生彻,彻自生彻,彻是强者,彻是强者。 彻是牵引的意思,如撤肘,就是戈壁肘被人拉住,比喻做事受到阻挠或流难。 据说春秋时代,鲁国有一位叫伏不齐的人,也就是伏子贱,他是孔子的弟子。 在他治理善妇的时候,恐怕鲁国的国君轻信谗言,而阻挠他的行政工作。 于是呢,他就向鲁军辞行,当面请求鲁军派了两个长文书的史官随行。 到了善妇,在毅力的面前,命令两位史官济世。 这两个人正要写的时候,伏子贱就用手撤着他们的肘部, 因此写出来的字呢,很难看。 伏子贱看了就大发脾气,两位史官也无奈地请辞不干了。 于是回到了鲁国,向鲁军报告经过。 鲁军说,伏子贱是在提醒我不要去干涉他的行政措施。 好,如果不是你们回来禀报,我可能真会犯下错误呢。 后来伏子贱果然把善妇治理得很上轨道,而备受称赞。 从这个故事看来,撤肘就是比喻做事情受到阻挠或流难, 而使得别人不能够顺利地去做。 俗话又叫撤后腿,或是写成这样的扯后腿。 撤又是抽取的意思,如晋书王献之传记载。 献之七岁学书,其父惜之从后撤彼不得。 这里的撤字呢,就是抽取的意思。 撤也当闪桨,是形容很快的样子。 如形容车子开得太快,就叫做风驰点撤。 最后要说明的是,撤这个字要念撤,不可以念智。 所以在读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。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。 谢谢您的收看。